第一個我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最近人工智慧很紅嘛 那Google有推出一個叫AutoDraw這樣功能 他說說請問平常如果人家問你會不會畫圖 你會怎麼回答 欸不錯喔 有人說會喔 但是大部分都說不會嘛 對對對 所以你就到這個網站有沒有 點進去 正常的話會有這個有沒有 左右兩個 右邊是說明 左邊就開始 那這個我就要請一個同學來畫一下啦 有沒有哪位同學可以願意來這邊獻醜一下 沒有對不對 來吧 你又知道我為什麼要叫你的名字了吧 這位同學 幾項 這位同學 現在開始不承認英文名字了對不對 有沒有 有在現場嗎 不敢承認 好換一個 別講音 蛤 別講音 哇 這個潘嘛 潘姓同學 有沒有在在現場 真的一定要叫到中文才會出來 好吧 那我同時選三個 你以為 不能一次選三個嗎 這個 林音同學 周敏同學 有在現場了吧 靈音同學 在哪裡 來來來來來 願意來這邊獻醜一下嗎 隨便你畫啊 不能告訴他們喔 用滑鼠来 这只耳朵 应该会多到 随便你 你喜欢画什么随便 你们不要 你们拆就好了 你不要跟他们讲 随便你画 你有想到什么就画看看 好像看起来蛮复杂的 请问 他画的是什么 哎 卖照 你以为了这样你刚有那头 去做简报 交作业如果画这样 会不会老师丢回去吧 你看看上面有没有跟你 接听你要画的 上面 上面 用滑鼠去点吗 哦 这样交这个就比较不容易 大家不会被骂 这样知道吗 这样你知道意思 什么叫Auto Thrall 你画了之后 他就列出清单 看看哪些可能是你要的 自己给一下 如果他要画的是这个 如果他画刚刚那个 你可以想成这个 那也很厉害吧 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拿出去了 所以这叫Auto Thrall 所以你进来就是这一只神奇画 你这样了解 那当然你可以去移动他 设置怎么样 调整大小旋转 这都会吧 对不对 哎这样画好了 可不可以改颜色 可以啊 你就自己要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把它滴下去 这样就可以用了 那好了之后 其实他也有一般的笔跟文字 这个我就不用讲 这个大家都会 那今天呢 如果你有需要的 因为我们 这个现在纸比较大张 你就把它缩小一点了 不然待会拿出去就比较大张 我就拿这样 你就可以来这边 也没个下载跟Share 这样会了吧 这样知道什么叫Auto Thrall了 他就是其实有设计是已经把一系列的图都画好了 透过人工之后去稍微把你判断一下 你可能是画什么 就从上面列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不错 以后这类应用真的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多 所以给各位稍微先参考一下 因为也许你在画简报 就是在做简报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些图 或插图之类的 就可以透过这样稍微画一下 他就把你自动判断